父母在镜头前性侵自己的孩子 在贩卖色情影片 联合国展开孩童剥削调查 治疗身心疾病最有效的方法 是让病友回归职场跟人群 但社会接纳并不容易 人称塑胶带教授 他总是能够精准分辨不同材质 但是人生交付变故差一点 断了环保路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12月1号大爱夜安新闻 我是陈珠奇 癌症到目前为止 依旧是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 但是您可知道 同样是哺乳类的大象 它们却几乎不会得癌症 原因是大象体内有一种变异的基因 叫做P53 这种基因能够预防得到癌症 大象身体里的P53基因 最多可以复制到20对 可是人类身体的P53 从头到尾都只有一对而已 简单来说 就是人类对癌症的抵抗力 比大象要差的很多了 那么研究大象跟癌症之间的关联 也有助于将来可以研究人类癌症的治疗契机 人类的抗癌密码可能就藏在大象的基因里 因为科学家最近发现 大象和人类的寿命长度差不多 但只有4.8%的大象死于癌症 人类却高达25% 研究团队发现问题关键就在于 大象拥有为数众多的P53基因 但人类却只有一对 Most humans have two copies of a gene called P53 When everything is working The protein in P53 is a cancer suppressor repairing or killing mutin cells 所以它們不會乘搭 研究團隊指出 P53基因若失去作用 人類就很容易罹患癌症 統計數據也證實 與半數的癌症病患 體內的P53基因 的確因隨機突變 失去了原有功能 但是呢 當這個TP53這個基因 發生突變的時候 它的角色就相反了 它幫助癌細胞逃脫 不被免疫監控殺掉 而會促進這個癌的轉移 P53基因負責在細胞複製時 修復受損的DNA 大象擁有20個P53副本 能製造出40種蛋白質 數量是人類的20倍 因此醫療團隊正努力研究 如何提高人類消滅 突變細胞的能力 以達成和大象相似的 抗癌效果 大海新聞綜合編譯 好 再看人類世界的無可奈何 到底是不是貧窮 讓他們做出這樣的選擇呢 菲律賓發生了非常不可思議的 兒童虐待事件 這是有一些父母刻意的性侵自己的孩子 然後拍下影片 把這些色情影片上網販售來盈利 結果遭到了聯合國的調查 聯合國發現菲律賓至少有五分之一 將近兩百萬的孩童 曾經遭受這樣的性虐待 或者是性剝削 目前正在調查事情發生的來龍去脈 但是這畢竟兩百萬的孩子 在他們的成長歷程當中 遭受了極度扭曲的身心虐待 留下了難以撫平的創傷 我剛開始在七十歲 我只有三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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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歲 新報告 那些孩子被刺激 和重新性虐待 在鏡頭上的家庭 疫情瘋控 導致菲律賓兒童 遭受令人髮指的駭人虐待 由於家長失業在金錢誘惑下 近開啟性侵孩童的直播影片 聯合國預估 受害人數恐高達兩百萬人 調查指出 菲律賓美五位兒少中 就有一位有遭到性剝削的風險 貧窮導致兒少身心受創 遭涉服團體救援出的個案 在安置中心卻也面臨專業社工 及心理諮商師 人力不足的困境 總統小馬可氏 已正式將兒童性虐待 列為全面戰爭 呼籲全國共同反擊 避免更多兒少受害 帶新聞綜合編譯 疫情期間經過中醫界證實 能夠增強抵抗力的近似本草飲 現在研發出2.0的版本 在醫療科技展受到青睞 3 2 1 行 起到現場 全球醫學不斷進步 台灣醫療科技展 連結智慧與精準醫療 提高生醫科技量能 讓民眾從預防 診斷到治療 都能夠有完善的照顧 打造屬於台灣的精準健康品牌 現在疫情趨緩 但相關產品不斷研發 確診後 民眾會喝青冠1號調節免疫力 平時也會選擇本草飲 調養身體 現在有禁絲本草 復華飲 月樂 蔥條飲 糖乳濃縮液等 以本草飲為基底 添加其他重要成分 中西核療出來的產品 真的是可以幫助我們身體的健康 康如癮 它真的 在細胞的研究裡頭 它可以把這個癌 抗藥性的這些蛋白質 把它解除掉 把它去除掉 然後你再加上了標靶西藥 不管是乾的或是肺的 癌的 或是大腸癌的 它馬上又有效的 癌細胞就被清除掉了 你如果說癌症處在一個 比較peace的狀態的時候 其實我們建議的是 一天一條就好了 目前本草飲 以食品級認證上市 期望透過本草系列研究 幫助民眾調養生理機能 大學新聞 綜合報導 結業疾病患者 不管是在化療 或者等待骨髓移植的過程 跟醫護之間 培養出雜人般的情感 它現在燒到幾度 現在3-7-4 3-7-4 那今天吃了什麼 骨髓移植病房內 患者的身體素質變化 一舉一動都需全盤掌握 發燒就是他們一個症狀 移植後的一些反應 所以我們要特別去注意 住院病房區 還有更多病友正接受化療 分秒不鬆懈 這個病房照顧的是第四期 病人的病情的情況比較複雜 而且他們的治療會持續 所以我們的醫護醫病關係 其實會建立得比較久 我們不是只有平常的做治療 就是只有發發藥 打打針 這樣子感覺 就是對於病人 好像都沒有一些 對他們的心理層面的一些照護 我們看的生死比別人還要多 對 所以心理方面要建設得很大 比面對疾病更難的是 原文書讀書會 醫師逼著護理師 不斷提升專業素養 你覺得要求會不會太多 我先去把醫護學好 對 他們也會主動詢問說 這些藥物的作用急轉 因為藥物一直在發展 化療患者因固定回院治療 經常互動 建立起像朋友般的關係 有人特別做名冊 記下每一位護理師的名字 有人主動買點心 為護理師補充能量加油打氣 他是做標版治療 然後他就是一次就是七天的療程 他們很累啊 我們如果下去買東西 就順便買一點小糖果啦 給他們吃一下 對啊 他們對我們很好啊 其實還蠻有成就的啦 就是病人可以感受到我們的 就是對他的照顧跟對他的關愛 愛與陪伴 為血液疾病患者的病房日常 增加了溫度 大愛新聞李亞平楊俊廷台中報導 來看這位環保達人的故事 曾經被稱為是塑膠袋教授 他在環保站裡找到了新生的力量 花壇小鎮 年輕人外出打拼 處理向道的環保站 成了退休長輩生活重心 緩緩騎車到環保站 80歲的蔡政縣有固定負責的活 剪刀試一試就知道了 這樣拉起來有潤性 這是PE啦 PE比較脆 裝衣服那個就是 大家很讚嘆 現在我們年輕人看得到 就叫做 驚抓了就叫做 蔡政縣投注環保20多年 三年前中風後反應稍稍遲緩 生來就這麼做 出國生都沒來 他叫做中風 吃藥以防再次中風 以防高血壓 按時服藥 現在更重視健康 五年內太太女兒先後此事 女兒癌沒那段日子 依舊靜靜環保 化療還掉頭 跟沒有生病以前是一樣 她還是做她的本分事 至親離世 說放下彈何容易 每當起煩惱心 趕緊拿起法寶 新外放得很開 很清靜 會減少一些煩惱 有煩惱就看上去 她就打開那個結 生活簡樸 少育知足 蔡政縣把環保落實在生活 平凡日子彌族珍貴 大愛新聞 黃紫營 林欣宏 彰化報導 卡達氏族賽進入十六強了 但它有可能是歷年來 排碳量最高的一場氏族賽 休息一會兒三分鐘廣告之後 回到新聞現場 她的一生 很簡單 就是高東宇宙 它是什麼 它為什麼存在 透過閱讀 走進天才的世界 發現自己的宇宙 你是否還記得 跟媽媽一起閱讀的那個書 媽媽總有本事 把故事說得好有趣 在我的腦海裡 清晰記得每一個歡樂的天刻 就像飛機起飛 靠摩擦力 創意靈光綻放 靠廣泛閱讀 誰會不想裝上創意之意 展翅飛翔 閱讀吧 開卷有意 英國文豪莎士比亞 一生寫了九個劇本 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詩 他說 書是世界的養分 生活裡沒有書 如同失去陽光 而沒有智慧的書 就好像鳥兒 失去了翅膀 閱讀 帶來智慧 讓你洞悉人性 解惑人生 德國哲學家康德 在一次會議上 描述了英國西敏橋 西敏橋的種種樣貌 在座的一位英國人問到 您是何時去的英國 又是在哪裡讀的建築 康德回答 所有關於西敏橋的知識 我都是從書本上得來的 您好 歡迎回到大夜宴新聞 在欧欧战火蔓延之下 现在入冬了 形成欧洲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人道危机 因为随着气温骤降 电费却是不断地在攀升当中 我们看光是去年跟今年 欧洲的能源价格的转变 欧洲地区的电费一年来 涨幅达到78% 天然气涨得更多了 涨幅来到144% 这都是超过四分之一的欧洲人难以附和的 《经济学人》杂志有一篇分析告诉大家说 过去欧洲每年冬天都有20万人 因为太过于寒冷而死亡 但今年绝对会更多 因为既然电费涨了78% 可能会冻死的人数就会涨4.8% 换算下来 欧洲因为寒冷而冻死的人数 已经大幅超越了俄乌战争的死亡人数 这个数字是俄乌战争下陨落的灵魂 欧洲领冬寒气更胜烟消 迫使更多生命提前终结 尽管欧盟11月中就达成目标 填满超过9成5的天然气储备槽 但真正挑战明年才开始 天然气打哪来 俄罗斯这条路走不通 偏偏又遇上中国大陆 为日后经济复苏提前囤货 欧洲能源寻宝之路平平卡关 量少价更高 背后代价恐怕是数以万计条人命 经济学人分析冬季死亡人数跟能源上涨幅度成正比 随着天然气与电费飙涨 温暖冬天下预计额外增加7.9万人死亡 一般冬天14.7万 严酷冬天则高达18.5万 除了病毒更顽强 天气冷 体温低 多在室内少活动 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 想阻止情况恶化 各国势必得大撒币 钱或许补得了一两年的缺口 但万一金库 能源两头空 又该怎么办 大爱新闻 刘绝于编译 氏族赛热闹开梯好一段时间了 卡达作为波斯湾国家当中 第一个举办氏族赛的国家 自然是赚足了面子相当风光的 在过去十年卡达大兴土木 为了这场氏族赛 至少盖了八座场馆 还有数不清的大型的饭店 还有医院 更搭建了市区的捷运系统 还有高速公路 在在都是希望这场氏族赛 能够在面子上 给卡达赠来风光的历史足迹 但是这一场氏族赛的背后付出的成本 与代价不少 比方说这么短时间之内 也有人称它为工程奇迹 因为新建的项目实在是太多了 可是大量的移工也疑似遭到剥削 而有了劳工人权的争议 再者这一趟的氏族赛 很有可能是近年来排碳量最高的氏族 也是花费最高的一场足球比赛 我们来看它的排碳量 卡达自己预估会达到360万吨 但是实际的专家评估 它比赛结束之后 碳排量可能会来到600万吨之多 那么就会是最近12年来 排碳量最高的一场氏族赛 世界杯火热登场 还请来足球金童亲自背书 代言费高达2.77亿美元 比起风光背后的天文数字 却是小菜一碟 打破由足球强国担任东道主的惯例 赴到流油的卡达示范的是另一种实力 1994和98年法国和美国都有县城场馆和基础建设 花费最低 后来虽然一届比一届高 但卡达的大手笔完全不在同一层级 短短12年 场馆拔地起荒漠变草皮 其中没有魔法 只有铜臭和血泪 他的小儿子年仅32岁 就克死异乡 死亡证书白纸黑字 因自然原因导致急性心脏衰竭 但人权团体质疑 这只是热衰竭的掩盖之词 因为在卡达做工 只能任人宰割 卡达先前坚称 2014年开始建设以来 只有三名外籍劳工应攻死亡 现在松口承认大约有四百到五百人 根据卫报调查 实际数字却高达六千五百人 除了人权 世俗赛的环境成本也有争议 Greenly estimates that the month-long tournament stadiums digital broadcasting and fan travel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more than six million tons of CO2 that breaks down to about five tons of CO2 being emitted per audience member which is equivalent to someone flying from New York to Paris five times 光是新建场馆 过程中就制造了160万吨二氧化碳 以移工生命和巨大的环境代价堆砌 一时风光后 却可能沦为蚊子馆 只有遗族的伤痛和不平 惦记着这一砖一瓦 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疫情期间很多法国人出门 只为了做一件事 就是买一些法国长棍回家吃 这个庶民美食历经五年的争取 终于入选为世界文化遗产 浪漫 时尚 巴黎铁塔 都是法国的代名词 美丽之都的文化象征还有它 长棍面包正式纳入世界文化遗产 外皮坚硬 中间软嫩 材料很简单 只要小麦 酵母 食盐和水 就能完美体现法式风情 平均每年超过60亿条的法棍面包 香喷喷出炉 蕴含着职人精神 民间流传 19世纪为了方便军人攜带 师傅把面包做成长棍状 往背上一塞就能上战场 另一派认为 面包上的压痕 方便巴黎地铁工人撕开和分享 误患心仪 法棍依然是平民美食 但随着饮食多元 也让他备受考验 法国印象 长棍面包成为了吃的遗产 更在新冠疫情流行期 串联起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也是这回生意成功的主因 大海新闻落泽进编译 台湾有15万名精神疾病患者 医生认为要让他们 康复之后维持稳定 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他们拥有一个工作 这个先擦干 然后等下去跟他们拿棒刺 然后我们擦完之后 我们就一起来吃东西 位在社区大楼 这间会所是这几位精障朋友 进入职场前暖身的地方 他们透过生活小事的学习 得到许多工作该有的能力 像我们有一个会员 他之前还没有工作的时候 他一天到三点的时候 就会固定有幻听 而且那幻听是很恐怖的 是会叫他要去自杀 那像他去工作之后 他说他有一个重心 然后其实工作很忙 就让他转移这个焦点 他就很自然的下午三四点 就再也没有幻听的出现 我们在治疗精神科的疾病 我们做最终的outcome 最终的那种我们所期待的 是他能不能维持 他自己的角色功能 他能不能有好的现实感的认知 他能不能有好的performance 这个performance就爆发 社会心理好的performance 那我是觉得那好不好 这方面架构出来 就一个工作能力的表现 就是现在这个时代 其实那个障碍者自立生活 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 那自立生活除了 他照顾好自己的生活 有目标之外 其实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环节 尽管工作是精神疾病患者的 一铁两药 但全台15万经账者 获得稳定全职工作的比例 却只有35% 多数人总以为他们难以控制 社会对精神疾病的错误认知 甚至以为他们多数都有攻击行为 在我来讲 我就觉得精神科的病人 实际上是很可爱的 他会有社区织绕的事件 可是他跟一般的 我们说犯罪 但是我觉得可能要把它 透过再区别开来 社会把它这个东西 把它连接到这些人 好像精神科的病人 他产生的暴力的风险比较高 这是一个不正常的连接 没有比较高 绝对没有比较高 偏见让精神疾病患者 被挡在工作大门之外 但身为社会的一份子 他们也当有权利 与我们一样 融入社会 透过工作 实现自己想要的生活 来听阿里山原住民的歌声 今年此季的第一场 社区岁目祝福 在这里登场 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之后 回到新闻现场 每一分每一秒 都有儿童被迫成为难民 历史上战争的结果 不是输赢 而是一整代孩子的悲惨世界 成年人的战争 再次夺走数以百万计 男孩和女孩的童年 请给孩子一个和平的世界 家就在不远处 妈妈 这是哪里呀 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海龟 它怎么不够了 妈妈 为什么躲在塑胶袋里面啊 宝贝 妈妈想带你去一个 没有污染的海洋天堂 战争离我们很远吗 战争中的孩子 有着什么样的心情 请还给他们 无邪的双眸与心灵吧 三个改变世界的苹果 一个给了牛顿 一个给了贾伯斯 一个给了你 如苏的万有引力 从咬下那一口开始 如苏我闻 每本书都是座楼 让文字齐居如诗 每座楼都有门 开启它 增广观看世界的角度 每座楼都有梯 攀登它 进入知识的殿堂 书如楼都有路 欢迎回到大爱夜安新闻 关心天气状况 时间交给气象主播 朱领秀 气象看大爱 陪您聊天气 大家晚安 这一波冷空气 带来凉冷游感 今天最低温 出现在马祖10.4度 金门13.2度 还有本岛的基隆 在基隆雨 来到15.2度 不过今天的最高温 在屏东有30.6度 整体来说 南北温差 可能多达10度 因为这一波 东北季风的影响 在中部以北 都凉凉冷冷的 明天一样 在中部以北 东北部 还有东部地区 低温只有17到18度 沿海空旷的地方 可能还会再冷一点 而其他各地的低温 大约19到21度 而且明天的白天 在北部 还有东北部的回温 也很有限 高温只有21到22度 会比今天稍微暖一点 而其他各地的高温 有26度以上 下雨的部分 这一波东北季风雨最多的时间点 是在昨天晚上到今天清晨 在东北角的万里 降雨 来到豪雨等级 24小时的累积雨量 来到202.5毫米 而明天的话 在迎风面的北部 还有东半部 还是容易下雨 在基隆北海岸 还有东北部 还有大台北地区的山区 雨势可能会比较大 也可能会持续的比较久 其他各地的情况 和今天很类似 像是台北的平地 就是断断续续的 会有点飘雨 还要留意强风的部分 黄色线条框起来的部分 都是强风特报范围 包括了台南以北 还有台东和恒春半岛 还有在外岛的澎湖 金门 马祖 蓝雨 绿岛 容易有9到10级的强震风 明天下半天 可能就会慢慢解除 预计在星期六 东北季风会慢慢减弱 中部以北 东北部 还有东部的温度 就会回升 天气转好 不过到了星期天 东北季风又会再增强 北部 东北部又会转凉 还好下一波的冷空气 预计不会太强 总之可以规划一下 在星期六出门晒晒太阳 生活follow me来看到气象重点 明天天气和今天很类似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在北部 东北部的温度 适时凉凉的 地温只有17到18度 要注意保暖 南部的地区 还是很暖热 南北温差 可能会大到10度 南来北往 要记得多戴件外套 下雨的部分 主要在基隆北海岸 宜兰还有台北山区 容易会有比较大的雨 因封面的中部以北 东部也都容易飘雨 出门要带伞 还有风的部分 台南以北 台东还有恒春半岛 容易会有9到10级的 强震风 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 接下来提供给您 明天在各地的气象数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历史今天 时光回到1995年的12月1号 慈济世界电视节目 每天一个小时 在历办有连开博 2018年12月1号 莫森比克本土制宫 效法剑丝精舍 自立更生精神 这是非洲道地的腰果制作 还趁热就敲打剥壳 每一颗都得来不易 还得再细细去皮勾勒 饱满的果实装入袋子 为了意卖最大诚意 编织草席也是一门功夫 材料讲求不多花一毛钱 再好奇绳子是怎么来的 慈济大米袋得这样 一根根出丝 过程耗时才能化费为宝 变成编织草席的一大利器 这些手工制作 在世界艾兹日印卖 所得莫币48579元 捐助季贫基金 及响应慈济国际赈灾 这一幕人间最真诚风景 也曾让上人赞叹 慈济最大道场 就在莫森比克 2005年12月1号台北慈基医院 首例器官军阵 为车祸头部外伤脑死的 18岁大学生摘除器官 其中肝脏送往大林慈基医院 连夜手术历经十个半小时完成 刚才比较大一点 那再加上受诊者也是 就是比较体质比较大 会有一点点就是技术上面 会稍微困难一点 医循网立 尹医师坐在江湖病房的地板 睡着了 抢救生命 医者也是勇者 终于你没有知会的妈妈 你看一个孩子也救了好多了 切捐大学生的双亲 隔年六月与上人会面 重塑心境 我是真的是听了上人说 你要心安 然后他才会走得无挂碍 所以我就觉得说 后来我们大家都给予他祝福 感恩各位观众朋友 菩萨大德和师兄师姐 收看《慈济世界》的开播 1995年12月1号 《慈济世界》电视节目 在有线电视频道 力霸有联YouTube综合台 正式开播 这是慈济文化志业 继平面出版广播节目后 新的突破 那时候有很多的第四台 像《余后春笋》一样 冒出来 我们能够成立一个视听中心 能够找到一些专业的人 做起来我们就可以有这些资料 可以提供给第四台 每天一小时 两年制播700多集 为1998年元月 大爱电视的成立 奠定根基 背后是客检客难 立霸油图晚上 然后12点他们休息了 我们的孩子用12点以后 去剪袋子 那就半夜剪累了 就倒在地上睡个十分钟 等等爬起来再剪 那个就是一股力量 而正言法师的纳履足迹 则在12月2号首播 以上人行脚台湾为主 在当时开创新形态宗教节目 12月10号 另一个以上人法语 人间菩提首播 有位电视红法制创举 这样两个人到底在一起 这就是这个心 其实呢 我们会当时开创新形态 慈济人的行仪 法卖也随着电视走进千家万户 我是一只法拉丁蛙 1996年慈济世界再尝试 制作第一部动画片 七蛙大呆 除了在医疗网目款中 成为代言公仔 也开启动画红法形式 再看今年的第一场 社区岁末祝福在阿里山 此季第一次在阿里山 举办岁末祝福 很有原住民特色 古山演奏 手语歌曲 让部落族人耳目一新 越过山脉来到这里送祝福 希望人人都有福 乡长和村长都来参加 很多人第一次拿到福慧红包 一起捧新灯为世界祈祷 志工为长者带来最需要的礼物 老花眼镜免费赠送 不再事忙忙 围巾和暖暖包 温暖这个冬天 这场这么祝福还结合了 共善合作医疗辅具捐赠仪式 长者居家安全改善 为的是让长辈不要跌倒 今天很感恩有这个机会 走到阿里山乡来 阿里山乡亲的很有福报 我们慈祭也很有福报 结合在一起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共善 最大的一个宗旨 我是期望跟慈祭基金会 能够继续的共善合作下去 阿里山日出世界文明 而互助之情 更印证台湾最美的风景 是人这句话 大爱新闻真帅美之工 王翠云 郑嘉欣 黄文珍 张小涓家一报道 玻璃维亚有着这一条 号称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公路 它因为穿越了安地斯山脉 路宽只有三公尺 几乎不能够汇车 而且道路起伏 高低落差达到一千公尺这么多 不过最近这一条 被称为死亡公路的地方 却意外地有了重生的契机 山间烟雾弥漫 助力路边的十字架 纪念因意外逝去的灵魂 这是玻璃维亚死亡之路 位于安地斯山脉 在横跨首都拉巴斯 与亚马逊雨林 非常危险的地方 很多人都在这里死亡 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 蜿蜒曲折 山市陡峭 过去常有大卡车来往 1999到2003年 共有数百人丧命 直到2007年 当局开辟新路线 不只管救生命 更带回当地丰富生态 如今生物学家已经在这条路上 共发现16种哺乳动物 以及94种野生鸟类 死亡之路重生 变成动物乐园 是人类与生态的一场双赢 大爱新闻柳绝于编译 感恩您参与今天的 大爱严安新闻 稍后请继续收看 《人间谱体》 我是陈竹琪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